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燕虽然是兔唇 但是自信不自卑 只不过那是因为有一对强大的父母 有些坚强抛盾 为他把路 兔平扎本了 老百姓的孩子没这个条件 自卑是自然的 今天是李燕的14日生日 他的好友也是出席了李燕的生日夜 只不过在合照当中 却出现了非常有趣的一幕 那就是 李燕又开始挂石折唇了 当然 一张照片可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但是在其他照片中 李燕也是用各种道具 挡住了自己的嘴唇 比如说 这样照片就是用手机 甚至连张蹭脸照片 李燕也不想露出全部的真容 而是用特殊的角度 模糊了自己 其实李燕完全不必要这么不自信 多亏他的出生 许多成为了儿童 获得了天使基金会的救助 据悉 李燕也即将开始 做最后一次的纯修复手术 在这个手术结束后 他就完全和普通人一样 之前没有做 无非就是会影响正常发育而已 现在李燕慢慢长大了 这些也都不是问题了 希望他也能够多自信一些吧